醫師情緒激動與議員黃瓊慧 在診所前發生爭執 人行到話設在診所前引起醫師不滿 而市議員黃瓊慧 三號在粉絲專頁上傳影片 他說為了行人路權 爭取在桃園市區中埔六街一帶 化社人行道 卻有一名女醫師過來爭論 黃瓊慧指出 一文特區商圈人流車流多 是為了要讓退營兒車的媽媽 上學的孩子 還有所有行人 能有安全的路可以走 但醫師卻表示 這樣坐計程車或病人 沒地方停車 尤其是年長者下車不便 最後還說這樣根本是 比他退休 黃瓊慧也說明過去 因為林廷車輛 還有前面的排隊人潮 經過的行人 都要走到馬路上非常危險 去年8月第一次會看 12月就已經可以施工 所有相關單位都已經協調完畢 並非亂建議 反控醫師根本就是情緒勒索 你拜託 診所醫師結告前還在看診 尚未回應 不過擺出公告表示 診所在這服務20年 現在被欺壓 要怎麼服務下去 既然陸權醫師高漲話不話 雙方都有各自考量 也引起民眾不同看法 TVBS新聞林志偉藍婷 桃園消防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者 李宗盛 視頻 視頻